週二 醫護人員抬著單假 將病患送入北京朝陽醫院的發熱門診 而排隊救鎮者也在不斷增加 在北京友誼醫院發熱門診外 人們也是大排長龍 中共的突然解封導致全國疫情大爆發 嚴重擠兌醫療系統 也有民眾選擇在家硬扛 但感覺卻相當糟糕 就在多地醫院人滿為患的情況下 中共官方公布的確診人數還在連日下跌 12月13號公布的單日本土確診病例 甚至不足8000 不准都不說了 連基本趨勢都是反的 那你說納稅人花這麼多錢養你這套 所謂傳染病監控體制有啥用呢 現在國家衛健委就是一台謠言機器了 信息嚴重受阻 今天是放開的前一刻 甚至放開了直到今天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奧密克隆到底有多凶險 另外 中共專家的言論也是前後矛盾 隨政策變換 被稱為帶貨網的鐘南山 8月時曾說至今沒有藥物能夠預防 如今卻改口 奧密克隆感染不可怕 99%的感染者在10天內能完全恢復 衛健委疫情專家組組長2萬年 10月還在堅持動態清零 宣稱一旦放鬆管控 將有大量的重症和死亡 如今也轉調表示病毒的致病力下降 中共政府信息不透明 民眾為了自救不僅囤積藥物 連黃桃罐頭都被謠傳成了良藥引起搶購 深圳衛健委則是將黃桃罐頭和蓮花清溫對比 表示一樣沒有療效 不過 順帶拉踩蓮花清溫 會損害肝臟功能 從全世界最嚴酷的管控 就一夜之間過渡到最寬鬆的躺平 就是它沒有任何時間的緩衝 也沒有任何措施的緩衝 這一點呢 我覺得完完全全是當局的責任 新唐人記者宇婷 綜號報導